股松四部位最易骨折。 蹬脚跟这样做补股质密度。 股质疏松症最麻烦的,就在于不会有相关的症状出现。 在罹患之后,即使病况发展到相当程度,大部分的病例也还是看不出症状。 会出现疼痛等症状,大概都要等到骨折发生的时候了。 由于此症就是缺乏自觉症状到这种程度,所以会说骨折以后我才注意到的人,依然不断出现。 不仅如此,三分之二的案例中都有著没有疼痛症状,并没有注意到骨折这件事的情况。 所以,应该能够理解为何骨质疏松症会被评价为麻烦的疾病了吧? 。 事实上,骨质疏松症所引发的骨折,有著几项特征。 若能够了解这些,或许就可以早一些留意到患病的事实,避免骨折的情况发生,所以请务必留意以下的内容。 。 亦发生骨折的四大部位。 骨质疏松症是让全身的骨头变得空洞且以骨折的疾病,我们身上特别容易骨折的部位共有四处。 。 1. 手腕的骨头,绕骨圆端处。 2. 背部或腰部的脊骨,脊椎椎体。 。 3. 宽部的骨头,骨骨尽端。 3. 宽部的骨头,骨骨尽端。 3. 宽部的骨头,弓骨尽端。 4. 但骨质疏松症所导致的骨折,跟这些是完全不同的。 。 因骨质疏松症而变脆的骨头,很容易因为些许力道就咔嚓地溃裂开来,这就是所谓的脆弱性骨折。 。 先前所提到的四个部位,都是很常会遭遇到外力的地方。 。 例如,因不留意而快摔倒时,手会去撑伏,或是半倒,身体扭转等等。 。 这些情况大家都曾遇过,但如果是健康的骨头,这种程度是不会造成影响的。 。 。 可是,当罹患骨质疏松症时,即便只是这种轻微的程度,也会马上就发生骨折。 。 更何况是像跌倒造成囤不住的,或举起重物等情况,当施加了意料外的强大外力时,发生严重骨折的案例也很常见。 。 像这样的骨折,不管是哪个部位,只要发生一次后果便不堪设想,而且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。 。 。 在这期间里,腿腰部的肌力会减弱,甚至可能演变成需要卧床休养的情况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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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一来,不论心情或活力,都会越来越衰退。 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骨折,不仅影响身体机能,还会夺走心理的健康状态。 。 。 骨本流失,负重运动可补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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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要让骨头变得强健,运动是不可少的。 吧? 。 另外,不论你到了几岁,依然可锻炼骨头。 相信这些各位都已经了解 那么具体来说,怎么样的运动对于提升鼓励才是有效果的呢? 事实上,并非所有运动都可以达到效果 需要留意的是,能锻炼骨头的运动,与锻炼肌肉的运动是不一样的 再重复一次,要极油运动让成骨细胞活化,达到促进钙质沉附到骨头上的效果 所必须的条件是要对骨头施加重力或冲击,也就是给予适度的负担 正因如此,举例来说像是有祝福力作用,让重力减轻的游泳项目,因为并不会给予骨头负担,所以难以期待会产生锻炼骨头的效果 但由于游泳对于锻炼肌肉,提高心肺功能非常有效,因此有在游泳的人,建议可以配合增加能带给脚跟负担的水中行走项目 再忙也能做的登脚跟训练 我最推荐的骨头锻炼法就是登脚跟及迷你跳跃这两种方法 20、30来岁的年轻人当然不用说,即使60岁了,但对于自己的体力和角力有信心,充满精力的人也一样能做 这两种方法,都能够机械性地对骨头施加负担,拥有促进骨形成,打造强健牢固骨头的效果 登脚跟在厨房煮饭时就可以边煮边做,请记得要常常做 而迷你跳跃能够对骨头施加打体重数倍的负担,可以期待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两种运动都可以分成多次来进行 比起一次做很多回,能够长期持续下去才更重要 对骨头施以重力或冲击时,会活化骨细胞 而如同先前所说过的,骨细胞有助让全身脏气活化的作用 即由锻炼骨头来活化骨细胞,不仅能够防止骨头劳化恢复青春,更与全身的年轻化有助关联 为了能够一直有朝夕又美丽,请务必养成每天锻炼骨头的习惯 灯脚跟 1. 双脚并拢,逼直站立,抬高脚跟,并用脚尖站立 2. 若站不稳的话,两脚可以稍微打开,或是抓住椅背来进行 2. 让脚跟一口气落地 1. 此时头部会稍微感受到冲击感,这对于骨头是施加了适度的冲击,不用太过担心 3. 以每两秒一次的频率,重复步骤一 2. 共60次 3. 迷你跳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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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. 脚尖略围踏出台子站立 6. 迷你跳跃 2. 迷你跳跃 6. 迷你跳跃 3. 迷你跳跃 3. 以步骤一。 2. 为夜组,每天做50次。